郑强教授被辱骂事件 文人尸节如同名副尸身 原创张启玉绿侠 今天的网络上和朋友圈都在骂郑教授 我在湖里钓鱼 把外衣脱了 突然感觉寒冷 接着头疼发热咳嗽 躺在车里休息 无精打采 看到郑教授被骂 勉强打起精神 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郑教授在公众面前说 真正战争来临的时候 他愿意率领他的学生奔赴前线 郑教授是个很牛逼的人物 至于他的过往 不需要去特别深挖研究 在他的演讲里都有陈述 就像我经常在不熟悉的陌生人面前 常下摆自己泡妞的技术 声称当年是校园第一帅哥 无数笑花斑花投怀送抱一样 过过嘴瘾罢了 我连自己吹牛逼都能原谅 也就把郑教授视为知音了 直到今天 都不理解 一个工科教授 为什么不能安静地从事科研 却热衷于领导职务 在公众场合抛头露面 说些流鼻血的言论 郑教授是很标榜爱国的 爱是一种美好的情感 即使嫖客对相口的失足女的爱 偶尔同情他们的遭遇 认同他们自己自足地坚强 这是一种美好的情感 多给些嫖子固然无可非议 只是不能要求其他嫖客也这样做 那就等同于道德绑架了 爱国是一种内在的道德行为 天天挂在嘴边是不可靠的 流氓者往往在大多时候 会以爱国者自居 郑教授与其说是爱国 不如说是爱政府爱权利 爱国只是掩饰的口号罢了 每当社会发生重大不公平事件的时候 你们看到郑强教授站出来 为民众疾苦发生过吗 在我还是一个傻逼玩意的时候 深受郑教授言论的祸害 他极力号召买国货 我拿出所有积蓄买了一辆国产车 从此麻烦不断 修车钱比油钱还多 郑教授声思结底的叫喊 就像精神病人的在歌在舞 大可不必当真 有这样一种人 在最安全的时候最勇敢 据知情网友说 郑教授无儿无女 身无牵挂 即使他家庭美满 也能判断出安全的系数 照样由此表态 现代化战争不需要人肉 热血沸腾的言辞 只不过是哗众屈宠罢了 演讲完毕 拿着主办方支付的不菲报仇 心底里对听众不由的暗暗发出讥笑 如果真的发生战争 郑教授可能是跑得最快的兔子 缅北已经成为诈骗集团窝点 无数中国人被骗到那里 强迫从事诈骗活动 印度和越南等国家也深受其害 只是他们国家果断出兵解救 只留下战狼无精的口活成为笑话 郑教授稍微有点责任心 应该以自己的身份积极请愿 去解救受苦受难的同胞 我想对于郑教授 这有点勉为其难的 其实他内心里很清楚 就是扔十块比赛 他也是没有底气的 网上辱骂郑教授的言论 实在不堪入目 其实他的言论是发生在疫情之前的 当年很受欢迎 经过三年变化 青年的认知有了很大提升 有了自我判断力 这是突然的醒悟 我们村里有个寡妇 被人强奸了 寻死觅活 村里的老人都来安慰他 终究不起作用 我是村里唯一的知识分子 告诉他 人的生命分为肉体生命和精神生命 虽然你的身体受到侵害 精神生命依然纯洁 他忽然就想开了 一个月后他发现自己怀孕了 被敢羞辱 趁人不备 那个什么什么 每个人生 每个职业 都有信仰 对于名妇来说 尸身是最大的耻辱 所以当红高粱中 被日军强奸的妇女 投井自尽的时候 村里老人高喊 不要救他 让他去什么什么 文人失节 如同名妇失身 只是名妇还要考虑脸面 文人却沾沾自喜起来 文人却沾沾自喜起来